哈囉大家好,我是董杰安 這一次我要介紹各位節拍器另外一個不同的使用方法 那這一個稍微會再困難一點點 在彈奏歌曲的時候,歌曲的律動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有的時候會希望我們自己的律動感、節奏感 會在歌曲的狀態裡面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在使用節拍器的時候 會刻意的將我們節拍器的聲音調整為 跟歌曲的律動是一樣的狀態 下去做練習,加強我們節奏、位置、重拍的地方 就有點像是很多爵士的樂手 他們在練習的時候就會聽二四拍的聲音 這跟我們之前所教的 我們把節拍器調到只剩下一三拍的聲音其實是很像的 他就是把節拍調到只剩下二四拍的聲音 所以等於說一三拍你要算在心裡面 然後你只感受二四拍的節奏 這個樣子 那又或者像是一些拉丁音樂 他們會有所謂clapet的節奏 那他的節奏就大概會長是長像長這樣子 像這種節奏對他們來講就是他們的節拍器 而不是像我們聽的一二三四 他們的節拍器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有的時候一些練拉丁音樂的人 他們甚至會就是把節拍器 可能節拍器的功能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把他們的節奏調成類似這樣子的節奏 他們為的就是要下去感受那樣子的律動 感受那樣子的節奏 讓他們在練習的狀態能夠一直保持那樣子的感覺 沒錯還在錄 對 OK 這個很重要 所以等一下我要示範的是 我會先把節拍器調成一二三四拍 那接著我會把節拍器調成一三拍 然後在最後把節拍器調成二四拍 你們可以去感受一下 節拍器所發出來的聲音 配上音樂彈奏的時候 他那個節奏感的不同 首先是節拍器四拍都有聲音的狀態 接著我們可以感受一下節拍器只有一三拍的狀態 接著我們可以感受一下節拍器只有一三拍的狀態 二三 GO 接著我們可以感受一下節拍器只剩下二四拍聲音的狀態 接著我們感受一下節拍器只剩下二四拍聲音的狀態 三 四 一 二 三 GO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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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如果你們仔細去聽的話 去感受的話 其實你們會發現 我們假設我們把節拍器當成鼓的話 就等於說他打了不同的節奏 所以其實你應該會感受到不同的感覺才對 希望你們能感受得到 那 有另外一種方式其實我蠻推薦給各位的就是 有的時候光靠這樣聽這樣彈 最後我們終究只是變成一個機械式的動作 那麼在練這種音樂在練這種感覺的東西的時候 感受其實是很重要的 所以 我蠻推薦我們把腳夾進來 所以你們可以嘗試的去把腳夾進來的動作 然後所以你們應該可以 就像剛剛三種練法 所以我們腳可以有 Best way to learn Yes 就像我們剛剛節拍器的聽法有三種 所以我們腳踩的方法也可以有三種 我會覺得腳踩下去之後 會更好去感受那個節奏不同的感覺 因為手都是彈固定的東西 那麼搭配我們腳就會變得有點像鼓手 手和腳對應到的動作 其實是會非常的不一樣 那對我來講 那其實就有點算是節奏感的延伸 動作上面對應的動作的感覺 是有點像是節奏感的延伸 這樣子腳踩下去的動作 其實應該能夠提供給你們感受不同的節奏感 不同的律動的感覺才對 OK那希望這以上的教學對你們有一點幫助